香港的女多男少 不少人的女朋友就是她的左手 要不就被人以為你們是雞 好的被人騙了 更好的又追不到 有頭髮又誰想做單身狗 不過各位清 你們有沒有想過其實在遙遠的附近 一直有一群比更好更好的女女等著你們 還不一定日子走回旅行? C浪 暴徒除了有C浪 其實還有五成的人口都是女 雖然男女的比例不是差得很大 但是這裡的女生不單有性感的身體 還會踢球 只不用跟她解釋什麼叫越位 這也是優點 香港幾條街 不喜歡熱情狂野的Brother 不如你試試走回北歐的愛沙尼 這裡的女生 是有氣質型的古典金髮美女 每個都是藍眼睛白皮膚 隨時在街上隨便撿一件 都比港姐更漂亮的冠軍 風災天災你們就聽過 美女成災你聽過沒有? 俄羅斯就試過了 俄羅斯除了是戰鬥民族 還是美女民族 名符其實的又能看又能打 戰鬥力又強 分分鐘還可以保護我 回家 俄羅斯旁邊就是烏克蘭 美女都不會差到哪裡 不過重點就是 烏克蘭18歲的女生 還是處女 對呀 會被人笑的 只聽到這點 都要預訂機票 再遲些 處男也不能剩下 拉脫維亞 可以說是名符其實的女兒國 這裡的男女超級失衡 搞到我都要一個打十個 還要每個女女都好像千雪BB 高學力 高身材 高顏值 他們這麼飢餓 這麼多位單身狗 還有什麼理由不幫助他們 都說了你們要放眼世界 怎麼可以被眼前的東西 焗眼了自己 不過說到尾 要找另外一半 是要內在交流溝通的 還有要在外面互相欣賞 難道找個老婚的樣子 你也要問過媽媽嗎 最重要是忠於自己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按LIKE 留言和分享 還要記住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首先 有些小鈴鐺